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又来给大家分享一道下饭菜 五花肉炒银笋 做法非常的简单 出锅后鲜香脆爽 香辣下饭 每次炒一旁都吃得精光 全家人都特别的喜欢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具体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钱的五花肉 先将五花肉切成厚一点的大片 大约一厘米框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改刀切成一厘米框的长条 因为竹笋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氨基酸 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功能 帮助消化 所以我建议在炒笋的时候 加一点五花肉 不然就容易肚子饿 然后我们准备一包腌笋 这是已经切好了的 在超市或者菜市场都可以买到 加入适量的清水 简单的清洗一下 买这种包装好了的笋 就非常的方便 也可以用其他的笋代替 简单的抓洗完之后 用手挤干水分 控干水分之后 放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三根青椒 用斜刀切成长一点的厚片 青椒主要是为了配色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加一点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小圈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颗大蒜 将大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生姜 如果不加肉的话 姜可以剥放 切好之后和大蒜放在一起 最后再准备几根蒜苗 也可以用芹菜代替 将蒜苗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 把五花肉倒下去炒香 先炒干肉里面的水分 把肉里面的油脂炒出来 将五花肉炒至表面微微发黄 就可以了 加一勺生抽 一点老抽皮色 快速地翻炒 炒出酱香味 同时给五花肉上一下银色 然后把姜蒜和小米辣加进来 继续炒香 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腌笋加进来 快速地翻炒均匀 腌笋就是用腌熏过的笋 有一点腌熏的香味 所以称之为腌笋 是春天的竹笋 用腌将它熏干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加入适量的盐调味 再加一勺蚝油提鲜 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银份化开 炒香以后 加入一碗清水 用水煮一煮 煮出锅气 同时也可以将鹰笋煮熟 让里面的肉味和鹰笋 充分地融合 最后再把青椒加进来 快速地翻炒 炒至青椒断生 最后再加入蒜苗 这个时候的汤汁也熟得差不多了 继续快速翻炒 把蒜苗炒至断生 最后再撒上一点鸡精提鲜 汗塑的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香辣脆爽的鹰笋炒五花肉 就做好了 接下来出锅 装入盘中 鹰笋是天然的绿色食品 一般都是纯野生的 因为它的产量非常的高 不需要施肥和打农药 所以多吃笋 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 如果您也喜欢吃笋的话 就按这种方法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